哈喽,兄弟们好,书接上回 现在手上有金珠的兄弟们 如何来选择卡包抽取 一到三赛季 兄弟们,不管是霸业还是歌剧 还是栗战 建议大家都还是要抽的 限定卡包 对后面还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进入PK赛季以后 卡包如何选择呢 那我们来看一看 总的来讲就是一句话 林克党,月卡党,兄弟们 进入PK赛季以后 只抽霸业卡包 如果你这个赛季没有拿到霸业 你不要觉得白完了 这个金珠存着 抽栗战或者是抽歌剧 没有什么用啊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霸业卡包的真核 第一个卡包里的真核就一个 兄弟们,就将为 虽然说有一句三赛里面常用的话 有小关,数过就一切 但是我跟你讲 小关是五加一里的一 在你平时白嫖的过程中 小关是经常容易出来的 算是五加一里面非常好出的一 兄弟们 所以说不要觉得 我拿个歌剧 我博小关 我博周泰 你第四赛季刚开始 第一次 你如果是割据 你试一试 后面的话 有了一张小关以后 兄弟们 第一个卡包 割据卡包再不要抽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霸业卡包的真核 就一个啊 兄弟们 朱俊 就一个朱俊 袁绍五加一里也会容易出的 兄弟们 第三个卡包 也就是真核 也就是前面两位啊 第四个霸业卡包 现在加进了马超啊 这个是策划 有意抬了群阵营一手 马超 加黄斧 好吧 这两个是真核 以我自己的号为例啊 兄弟们 S2赛季 我就抽到了司马懿了 到现在S9赛季 我没有见过蛮宠 然后 割据卡包里面是有蛮宠的 然后我只要拿到割据 我就去想搏蛮宠 路抗我都搏成几个蛮红了 这个典长我都用过路抗的 也没有见到过一张蛮宠 兄弟们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 说明这个游戏就是 你执念去配成一对的话 其实你的代价付出的太多了 几个赛季下来以后 泰维顿不玩也就不玩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放平 不来蛮宠就不来了 以后不玩这一对嘛 有什么关系啊 只有霸业卡包那几个真核 才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总结下来其实都是经验啊 真的都是血泪死 这个号是我冲过钱的好 玩到S9赛季回过头来 还悟到了刚才我跟兄弟们说的这些 割据卡包不要去抽 然后有一些小卡包也不要抽 尽量也别抽 我这个号是缺 群攻缺朱俊 缺寻玉 缺姜维 然后我差不多连着三个赛季 是纯过金珠 加 加手冲 盯着奇徐如龄这个包抽的 很多兄弟其实都知道这个包 看着这个配置啊 非常OK 两个大盒 是吧 这两个也OK 但是五加一的一经常就落在这两个兄弟身上 特别是林克还有月卡党的兄弟们 就是纯金珠 白嫖这个官方的这个概率就好了 那么存了金珠以后呢 不如在整个战局里 看看有没有更OK的工会 有没有更志同道合的伙伴去跨区 这个游戏你玩好自己的前三队 哪个武将红你就围绕他组队 玩好三队足够了 对不对 对于我们这种平民党来说完全够了 心态放平啊 兄弟们 千万不要上头 好吧 白这个白 咯 Mental